嗨,我是肯倫 今天要來跟大家分享 心風之谷的好用資訊 這次的主題是 五個陸坑回鍋免費的好用資源 不管你是剛加入 還是久久回鍋的玩家 看完之後一定會很有幫助 如果覺得不錯 記得按下訂閱 才不會錯過這個陸坑回鍋系列喔 那我們事不宜遲 出發吧! 在開始前 先來定義一下這個免費好用的資源 是指遊戲內不用花錢 就能夠簡單拿到資源的方法 不外乎有封閉、道具、遊戲小技巧等等 這些都是肯倫在0到8000的 零資源挑戰中使用過 也覺得非常適用200燈以下的玩家來體驗 那究竟有哪些免費好用的資源呢? 風之谷引導 風之谷引導是遊戲內角色 達30 等開啟的功能 這個功能可以點選下方角色 風之谷導航開啟 或是到設定 安裝快捷鍵找到指導後設定快捷鍵 這個風之谷引導非常的方便 有三個分類 各等級內容 BOSE內容 特殊內容 今天我們主要Focus在各等級內容 對於新手與回顧玩家有直接的幫助 如果你不知道自己現在要做什麼 不妨點開風之谷引導 風友們可以按照自己的等級 去找對應的任務與狩獵場 任務是不錯啦 但狩獵場先別 之後可能會有練等的推薦路線 任務可以加減體驗一下 但最重要的並不是這兩個 而是角色等級下方的完成獎勵 這個獎勵一個帳號只能領取一次 基本是FOR新手玩家的福音 30到59等有幽苗箱 裡面除了有藥水之外 還有三大好康 14天的瞬移時 90天的寵物 90天的茁壯幼苗稱號 最後這個稱號有加能力 還有追加經驗值與信力 在前期真的是超級好用 接著到200等的獎勵 有時效性的加工時裝 作文的痕跡 一罐現象成長秘藥 可吃給魅力 開口袋藍味 兩罐終極成長秘藥 這個藥是141等到200等區間適用 有機率直接提升1到10等 等級越高的話 使用一次能提高等級的機率就越低 最後還有自行與勳章 新手需要的都在這 讓你能夠順利的渡過200等 再來就是下方的快速移動 不會我們可以透過快速移動 到下方有顯示的地圖或村莊 返回的區域就是要完成條件 才可以快速移動 有時候我會點6條岔道 地圖左上的萬神殿移動門 進去後點選次元傳送門 會有快速移動 部分返回的地圖可以點選喔 尤利亞的Happy Day 尤利亞的Happy Day 簡稱HD 是角色61等時可以開啟的UI 這個是類似每個月的簽到任務 每天只要狩獵300隻 等級範圍內的怪物 就可以簽到獲得該日的獎勵 獎勵包羅萬象如圖 能夠讓豐遊免費的 體驗遊戲內的部分現金功能 不過對於入坑回鍋的人來說 超級順移時 里程 加倍券 終極成長秘藥 應該才是比較有感的內容 最後的尤利亞特輯禮物 是有領取條件的喔 要特別注意 每日打300隻怪 就能輕鬆拿到資源 對新手玩家是非常有幫助 風之谷M 里程連動 在介紹里程連動之前 要先來說說什麼是里程 里程式風友們 可透過狩獵BOSS 打擊怪物掉落 每日可使用5次 怪物收藏24小時探險 消耗熱鬥點 Happy Day 以及等等會提到的 風之谷M連動獲得 里程可以幹嘛呢? 點選購物商城後 左邊可以看到里程商店 只要你有足夠的里程 就可以在這個商店100%兌換 當然里程還有幾個功能 不過這部影片的重點是免費取得 里程我覺得很重要的一點 是可以100%兌換3個月的寵物 玩風之谷如果沒有寵物 光撿東西就可以撿到退股 因此寵物真的是非常重要 點選購物商城內左邊的寵物 裡面有7種不同的類型供你挑選 當你擁有100里程 就可以直接點選購買 然後按全里程購買 這樣就可以用里程直接購買到寵物啦 不過說得這麼簡單 里程對於回鍋新手來說 真的是超難取得 每個月上線可以拿到500點 與額外的Happy Day 100點 共600點里程 除了Happy Day的100點 剩下的那500點 可以用簡單的風之谷M連動 快速獲得 方法如下 首先點開左邊星星 再點選風之谷M 在手機上也享受風之谷任務 經過一連串對話後會出現聯動UI 點選右下發行聯動碼 並且記下來 打開手機上的風之谷M登錄 點擊右上選單 再點選右下的齒輪 右邊點選可聯動 並將剛剛的PC聯動碼輸入 聯動完成後 回到右上選單點選課題 每日線上完成任務並領取 最多有5個任務 回到新風之谷 點選左邊星星 點禮物盒 就可以獲取聯動里程囉 每天可透過這個方式 拿到15里程 來一點12里程 很快就可以換到一隻3個月的寵物 真的是非常方便吧 所以不會里程聯動的風友 想快速獲得里程 不妨可以來試試看喔 怪物公園 怪物公園是一個105等開啟的副本 這個副本的好處就是 你每天可以免費進場兩次 依照等級來進入 可以拿到大量的經驗值與該日的寶箱 這個副本每天的寶箱內容都不一樣 周一是製作材料的道具 周二是皺紋的痕跡 周三是信像道具 周四是名聲 周五是封閉 周六是所有日子隨機道具獲得 周日是經驗值兩倍券 除此之外 在寶箱同時可以獲得怪物公園紀念貨幣 這個貨幣可以到左邊的陸科兌換 記得是要點選特殊才能看到兌換的東西 裡面的東西很多 不過前期可以換終極經驗藥水 讓你練得更有效率 開始前跟修菲凱曼接任務 每個日子的公園都打77次 就可以獲得七日怪物公園看守者 算是現在最好用的免費勳章喔 還有還有 箱子還能開到酷東西喔 因為很多就不贅述了 各位風友就自己來開開看吧 破亡烏勒斯 平常肯倫最常被問到的問題就是 新手怎麼賺錢 真的是一個大學問啊 這時候就來說一下破亡烏勒斯吧 這個是100等以上開啟的一個副本 每天要狩獵300隻等級範圍的怪物才能入場 一天一個帳號可以打三場 每天下午1點到晚上11點有封閉不利 在這個時間入場可以拿到更多的封閉 進場後就是排隊 然後基本上瞎七八亂打 烏勒斯就可以輕鬆通關 這時結算 你就可以知道你獲得多少的封閉與材料 材料可以跟愛霞對話 開啟烏勒斯商店 上面會顯示要兌換的東西需要哪些材料 還記得剛剛說結算除了封閉之外還有材料嗎 這些材料可以讓你免費的兌換 烏勒斯商店裡面的東西 如果完成烏勒斯的一些成就 還可以到右邊的紫瓦德 兌換稱號與勳章喔 天天打總是會有機會的 對於回鍋新手 皺紋的痕跡是比較推薦兌換的東西 因為前期為了強化裝備 皺紋的痕跡是非常重要的支援 到這裡我們只是簡單的介紹了一下破王烏勒斯 如果想了解得更清楚 可以實際體驗或是到網路上搜尋相關文章 畢竟烏勒斯也是行之有年了 有很多資料可以輔助各位朋友更快上手 不過我是進去燒兩圈就出來了 很輕鬆的 總結 以上就是五個免費的好用資源 這些都是肯倫在零資源戰地8000的挑戰中 實際體驗過的內容 非常方便而且簡單 不過這部影片主要是想提供給 回鍋與新加入的玩家 如果各位資深豐友們有其他的方式與建議 都可以在下方留言 內容有錯誤的地方也可以指出 我也會在資訊欄修正 如果覺得有幫助的話 肯倫每天早上8點到下午7點 都會在Twitch與YouTube開直播 各位豐友可以來聊天討論 一起成為驕傲的AS寶吧 好啦這部影片就到這裡囉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 我們投到哪個影片結束 順便 不妙 UiK 任何hando 失海 問題 你外國的 會性 一次 檢查 隊員 典 在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